大家好,我是小林,点赞订阅,小林财经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火爆,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鸡血打完了,吹了几天,假模假式放开 然而大家发现了,并没有什么卵用 现实很孤感,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非常多 这细胞胞啥手不管了,但是我高度怀疑,细胞子这次啥手不管 可能是细胞子过去这十年,可能是未来 包括还要做十年,就二十年里面做过最正确的一件事情 就是啥手不管了,虽然也给中国人估计会带来很大的伤害 很多的老龄人,很多有基础病患的人,没有得到适当的照顾 估计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啊 但是我估计高度怀疑,就这样撒手不管了 可能都是细胞胞的天花板了 他就是做过最正确的一件事情 就是撒手不管中国人了 其他的越管越糊涂,越管越乱透啊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香港股市的最新情况 这个香港股市啊,也是大跌啊 上周末突破不了两万点啊 瞬间下挫啊 今天显著回吐 恒生指数低开306点之后 反复下挫啊 最多跌超过500个点啊 534个点低见19366点 199了啊 又回到一夜回到解放前啊 2万点冲不过去啊 没有信心啊 收盘报19463点 跌437点啊 2.2%不少呢啊 国企指数啊 收报6628点啊 跌205点啊 3%啊 科技指数跌的更多啊 4192点 跌176点啊 4% 哎 大型科技股也是全面拧跌啊 百度集团啊 收盘 哇 跌7%啊 我去啊 美团也是跌7%啊 因为之前分红嘛 腾讯把美团的股票分出去了之后一直承呀 这轮反弹 美团完全没怎么涨 现在跌 他排前面去啊 美团是要倒霉了 因为现在派了很多 那个分红出去啊 分了分了 这很多人拿了美团的股份嘛 他他他就要卖 当时 哎呦 这这不科普了 不科普起来 那猜猜 不明白就不明白了啊 就是腾讯把美团的股票分的出去 分给股东 股东一拿到股份就卖掉 就套现了 阿里巴巴跌3.8% 京东集团跌2.8% 小米腾讯网页 合共拖低恒生指数238个点 你就这科技股啊 全面领跌 金融股也是不例外啊 都是不杂的 中国平安跌4.5% 你看平安 嘿 一天才刚刚开始呢 啊 这个周三银行啊 跌2.5% 假么假设反弹几天 你问题就解决了 啊 没解决啊 没解决啊 啊 忧虑啊 这个抽水潮 因为都要融资嘛 你反弹一点点啊 很多就开始又融资了 啊 类房股 物业管理股啊 估压重啊 啊 被大股东减吃的避贵员服务啊 昨天晚上说了啊 跌17%啊 新城发展 续灰 也是要出售续灰永生服务啊 续灰跌12% 那你所谓方宽的话 都要割韭菜 那不然这几万 你哪里来呢 就就恒大集团2万个页 那你要拿你的那么多窟窿 咋咋咋整 你只往这股市全给补 你把这股市搞垮的 把这个香港的 把大陆的这韭菜门的这个抽干 全抽干 那你都不要拉窟窿 啊 所以现在最多就是吹点泡泡 最多就是延缓一点这个危机 啊 然后呢 让部分人 他说不定还要跑 你比如昨天那碧桂园 那那老板 杨老板 他还带头跑呢 啊 所以他也要跑 他也要跑啊 这个都指望割了 那么一点点可怜的韭菜 你说能好吗 好不了啊 滑润置业万科 龙虎 哎呀 刚刚开始全线暴跌啊 汽车股了 跌的很厉害了啊 理想汽车12%跌啊 小鹏11% 临跑 临跑都不知道这在哪 这找不到车 啊 未来跌6.5% 啊 吉利也不嫌啊 吉利跌4% 比亚迪啊 长城啊 广汽东风啊 全全线下跌啊 里面值得注意啊 一个现象就是这港股啊 基石科技控股啊 今天五盘前啊 还就是昨天啊 现在是昨天的啊 啊股价还在涨呢 盘中还还涨到3.59呢 谁知道午后突然之间 哎 所以中国整个经济就一神经刀啊 现在的为什么神经刀 就就是因为细胞子神经刀啊 你不把细胞子换掉 那整个中国经济永远神经刀啊 今天说这个很严重啊 严峻复杂啊 这个病病毒啊 很可怕啊 个个像生化部队一样的啊 你你我就海外回回到大陆 这么一群外星人啊 穿穿穿这个白白色大陆的那玩意啊 啊呀 这个给你欢迎 今天又说什么事没有了啊 但是海外他仍然不让回国 也不让出境吗 啊 到处都都不让咽核酸的都都随便走了 他竟然不让你搬护照 你说怎么回事 这这背后究竟是不是有阴谋 啊 说了 嘿 那个你看这基石科技出问题了啊 这是啥 就就长得好好的啊 午后突然之间跳水 跳到什么程度 散崩跌多少 百分之五十五啊 整个公司跌掉一半 一个下午突然间跌掉一半 这公司啊 这科技公司是干嘛的 我们等一下就说啊 你看全天政府超过百分之七十啊 收跌百分之十四啊 两块多 两块多钱啊 官方显示的基石科技控股啊 是香港商业印刷以及财经印刷服务商 同时也为电动车充电服务这个配套啊 那又看出来了 这个这个玩意呢 它是个给电动车充电做配套的这么个 讲不假是科技公司啊 那现在的电动车不行了 这给他所有做配套的都不行了 中国过去这么几年 吹了一个电动车的泡泡呢 它是有目的 为什么吹了这么大个电动车的泡泡 搞得中国所谓电动车的销量全球第一 为什么呢 就是吹出来很多的什么 确实中国的街上面什么火拉拉呀 什么一大堆啊 那都是是啊 我就看到很多都是电动汽车 都是充电式的 那么为什么吹了这么大个泡泡 因为中国的汽车保有量 早见顶呢 但是一旦见顶 如果这生产线维持不下来 中国很多人要失业 很多这产业 它没办法运转 它会出问题 所以其实过去几年 习伯伯为了让中国的产业链啊 这叫涛班子吧 不说他本人 他本人想不到这件事情 他小学生 但是就为了让这套产业链继续运转 他们做过很多事情 你比如一带一路 其实也有这个目的 一带一路就希望中国的这些过剩的产能 没地方放的产能 就输出到第三世界去 然后换点债务回来嘛 就这么个意思嘛 就就帮帮你起个机场 起个公路 其实为什么这个中国愿意做 其他里面就中国这些什么水泥产能都过剩 你不不帮这第三世界建点东西 他他真真没有 没有用 没有用 这些产业链都会停产 一环扣一环全部出问题 那汽车这里 他就想了个办法 就就搞个电动汽车吧 让大家再置换一下 全部置换 然后要付点债啊 全部也是负债 然后现牌 现牌了之后 让你买电动车可以上牌 其实一来一回 然后乘着这个什么特斯拉 感觉还可以 或者吹点泡泡 就把这电动车 其实他卖的背后的这些产业链 除了这这这电池以外 你像汽车玻璃 汽车座椅 这些其实差别是不大的 就这些产业链 他能够维持运营下去 不然这些工员都得失业 那中中国要乱套的 所以他就吹了这么泡泡 那现在这整一套都不行了 那后面做配套的 你比如 其实就早十年 中国这些所有做汽车零部件配套的 都要失业 那就吹了一个电动汽车 维持了几年 现在电动汽车也见顶了 也玩不下去了 整个给汽车做配套的全完蛋 全完蛋 所以我们要看到后面的这个这个东西 就是啊 你的什么做汽车玻璃的 一些什么服务药玻璃啊 什么这这些完蛋 完蛋了 现在什么什么做做充电配套 充电配套又是一大堆啊 有做外壳的 那个那个比如那个充电桩也有个外壳嘛 有有有个焊接的 有就有做电线的 反正就就让这个这个社会有活可干啊 那那现在这这活干完了 干的没没法再干了 就这么意思 一带一路也说啊 这个给给什么第三世界建铁路 建建建建公路 你都去建的没没法可见 人家说这这这在我这真的背不起了 对吧我不还了 明确说不还了 那你要怎么这怎么整下去呢 你啊啊什么斯里兰卡 对吧整个国家动乱 这再没法还 也也也你也没没有信心 要继续搞下去 有有些中国公园在外面也不受欢迎 中国承包商在外面跟跟非洲打成一片 啊天天都看到 这个你看果链也不行 啊苹果产业连着龙头 逊与光学科技股份啊 今天一路向下啊 盘中一度跌近14%啊 收盘跌12.56% 报93.65元港元一股 最新总市值1000亿呢 很大的一个果链龙头啊 逊与光学科技 消息面上逊与光学科技 于港交所公告啊 今年11月出货量大幅下跌 就他是做什么呢 就光学嘛 他做的是那个摄像头的那个玻璃 啊 一个是手机摄像头啊 啊 摄像模组产品 出货3468万片 按月下滑21% 那估计是不是跟富士康那些 也有那玩意也有有点关系 就是就是那边挺惨的 因为富士康是组装吧 然后虚拟光学这种 他还是富士康的供应上 富士康其实是劳动密集型 他他那玩意没没什么实际的技术含量 但有管理技术含量啊 应该这么讲 但是你你既然他招几十万人的话 那都都农民工 对不对 网里面整这么多人 你就知道这玩意肯定你说真的有有很大技术含量 肯定不会有技术含量的那种东西啊 啊 就那就 你看前前后后里这边富士康一出问题 给富士康供货的供货的也不行了 啊 这就可能就供到那个手机进镜头 镜头那那那一点点玻璃 里面可能真正的八斤核心的可能在索尼啊 索尼是最出名的 或者是什么什么 哎呦 都是什么加能之类的啊 那现在出货大幅下降了 你看按年下跌23% 手机镜头下滑9.3% 按年跌26% 整个需求下滑 他说需求下滑下滑在哪里 苹果手机的销量好像还是比较稳定 那如果他这样就是国产手机不行 因为他肯定也有做国产手机的订单 那就是什么小米啊 现在什么Vivo OPPO现在都没说了啊 都都都不知道 完全退出市场啊 这这背后就是整个市场饱和了 我刚刚说的比如电动汽车也玩完了啊 电动汽车也本来就是为了让大家继续玩下去 说句不好听的 那现在都玩完了 智能手机估计以后替换的周期会很长 那我就说我自己的手机很久没换了 就是他功能快到一定程度 他慢慢置换就会慢 你比如什么什么电脑 你你们都就大家都会发现 我以前那我三天两头换一次电脑 以前最喜欢玩组装机是吧 就什么什么换一下内存换一下 你后来发现很成熟之后就就一个电脑用用个十年八年 那整以前都有很多很出名什么神州电脑啊 什么什么七喜电脑是吧 就我那个年代 那这这些现在你看都都销声匿迹 就是他过了那个周期玩不下去了 不玩这个东西啊 那那所以这个产业链会出很大问题 那这个这个是很深远的问题 再再说回来那个习包包啊 习包包做事情看来真的是很有问题 就是 他这次什么人民币买买石油是彻底是是是是空的了 空了之后呢 他也答应了 也给沙特很多钱 那钱大家买石油 他他感觉自己没亏啊 呃 但是 这个伊朗啊 你看伊朗和伊拉克这边好像得罪人了 伊朗这边就就召集中国大使说 表达不满 你那玩意儿就是跟我这边 也不知道习包包这外交团队是是没有一点专业性 他可能也不知道什么什么 哦 伊朗跟沙特什么在三岛 那里有有领土争端 但是不知道呢 还是那就按你来讲当地住什么一个沙特 比如住伊朗的大使馆 你总得了解这些东西吧 做这个决策的时候也没有任何这个你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这个你看伊朗挑出来了 说我们那个这个还给反恐做出伟的伟大贡献是吧 这个呃 现在现在你你得罪了伊朗啊 得罪伊朗啊 还有伊拉克也出问题 阿富汗 阿富汗 阿富汗昨天发动了有一个恐怖袭击啊 袭击了中国旅客经常光临的旅店啊 今天传出巨大爆炸声和枪声啊 爆炸声很大把那个酒店炸了 那个酒店就经常是中国中国人住的 里面是不是也跟中国这些啊 为什么这个时候肯定是不是也跟沙特那边 所以他就搞的乱七八糟 他整个决策有问题 我这看出来有决策有水平有问题 这个又又把它炸了啊 这个美股看到美股也是也是全线下跌 昨天晚上还看到一个是什么 美国将要突将要突破那个核聚变 我认为这也是时间问题 如果美国把核聚变一突破了 那这些产流国全全全是 人家真的是降维打击 人家的那玩意不同维度 你还在琢磨怎么用人民币买石油 人家琢磨到核聚变去了 琢磨到上火星去了 你说是同一级别的东西吗 那压根不是一个级别 你中国琢磨那玩意太low了 太低级了 真的 我认为时间问题啊 人家现在实验室搞成了商业化 然后那五年不行 十年也搞定了 人家这能源那就用之不绝了 你美国到时候电费全是零 那产业链你说搬不搬回美国去 我看全部搬回美国去 那要看趋势嘛 你今天他出了一点点苗头 那你说现在没有落实 十年落实了 十年之后你这石油就完蛋了 全是我这个石油就剩下一点 就做纤维 做啥的作用 我估计就 那没有实际作用了 没了能源的一大块了 真全淘汰了 但是配套的东西很多 但是 就是中国现在绑定的这一群 什么俄罗斯什么沙特 这一群小伙伴 我看都没用了 沙特就理想到头油价跌到十块钱 就剩下一点点 我说做什么纤维啊 那种作用了 没有了 那这可能也是颠覆性的 所以这个这个世界确实有时候没主要是美国啊 没有美国是为什么总总讨厌美国 美国技术一迭代什么搞个页研究里边看全完蛋 所以中概股也全现 哎呦这中概股也就这样了 跟港股差不多了 我们看吧 反正中国就打了几天积雪 现在积雪打的差不多了 那 看又回到哪里吧 看看他又又又给大家吹什么吧 那那先说到这 觉得有点意思点到这边分享拜拜 拜拜